611 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 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周的主日讲道 对很多人来讲 亲子关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刚刚很多人出来可能是跟自己的父亲是有 父母亲是有问题的 或许是跟自己的孩子有问题的 但我们相信神必要做工 神必要做工 求主来帮助我们 在接下来的三波的福音大收割里面 我们进到圣灵的水流当中 可能你把你的灵色带来 你把你的同事带来 那他们的家庭关系就有改变了 神也要这样祝福我们的家庭 神也要这样祝福我们的家庭 好 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来到了 约束阿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漫游十界的其中的一个水流 就是融合了十界约束阿记还有诗篇 我们会走十个月的一个旅程 上礼拜贴心牧师 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拉河的信息 他的比较轻松 但我们今天是要过河啊 过河是不知道该怎么过 但是最后就是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万民啊 要敬畏大有能力的神 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河 想来想去 想不通 我们甚至做的一些决定 也都不是太好 但就有过河了 but then we still cross the river 因为神大有能力 because our God is all-powerful 我们要敬畏祂 we need to revere him 我们来读约束阿记的第三章 1到17节 Let's look at Joshua 3 verse 1 to 17 我们先来读 请 Let's read this 约束阿清早起来 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十庭 来到约单河 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 官长走遍萤中 吩咐百姓说 你们看见夜活话 你们神的约柜 又见祭司你未人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柜去 至是你们和约柜相来 要梁梁牵走 不可与约柜相近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约束阿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杰 因为明天夜活话 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约束阿又吩咐祭司说 你们抬起约柜 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柜 在百姓前头走 夜活话对约束阿说 从今天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台约柜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弹河的水边上 就要在约弹河水里暂住 约束阿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跟前来 听夜活话你们神的话 约束阿说 看阿普天下主的约柜 必在你们前头过去 到约弹河里 因此你们就知道 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 赶走迦南人 黑人 欺美人 比利洗人 格沙责人 阿摩利人 耶布斯人 你们现在要从 以色列支派中 简选十二人 每个支派一人 等台普天下主耶和华 约柜的祭司 把脚站在约弹河里 约弹河的水 就要从上往下流的水 必然断绝 立起城里 百姓离开脚盘 要过约弹河的时候 台约柜的祭司 乃在百姓的前头 他们到了约弹河 脚一下水 原来约弹河水 在收割的日子 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极远之地 撒拉旦边的亚当城那里 停住 立起城里 那往阿拉巴河的海 就是沿海下流的水 全员断绝 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 过去了 台约耶和华约柜的祭司 在约弹河中的干地上暂定 以色列众人 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进都过了约弹河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Cum let us pray 主 主 主 你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 我们不懂 主 你就教我们 主 我们不会 主 你就来带领我们 主 主 因为我们要全心地来信靠你 主 主 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满有信心地来跟随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命 我们为什么要敬畏 大有能力的神呢 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当中 我们相信神是独行歧视的人 所以我们相信神必要行歧视 第一节 约翠亚清早起来 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庭 来到约旦河 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好 我们看一下PPT 就是离开了石庭 来到了约旦河边 两百万人在河边 这个河呢 有大概在一公里宽 就是从这里到狮子岩 大概五十公尺 的二十倍啊 哇 这个河怎么过啊 而且河水涨过两岸啊 我相信这个时候 城中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怎么过河啊 要不要来办一个游泳训练班啊 还是要我们来砍一些树啊 盖船啊 做竹筏啊 过河啊 我不知道这个 当年的这个大东风 会不会再吹哦 到时候可能把那根杖 然后一指 然后一段河就开了 不过那根杖到哪里去了 这个杖到底现在在哪里啦 就是大家都在问一样的问题啊 到底是怎么过河 然后所有人就看着约书亚 就是到底要怎么过河 好 第二节 过了三天 官长走遍营中啊 我们要留意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三天又三天 第一个三天呢 他们在食庭 约书亚发了两道命令 第一个 当预备食物 三天后你必要过河 赶快拿玛纳来做一做啊 然后要预备食物啊 对不对 不管你预备多少 第二天都长虫啊 OK 然后又 第二道命令又拆拍了探子 然后呢 就去窥探耶利哥啊 然后探子一去就被发现 就躲起来了嘛 后来发现原来 他一边躲起来 还一边跟拉尔在谈恋爱 后来结婚了 但是三天已经没有了 那就离开吧 就来到河边了 又过了三天了 这三天做一件事情 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命令 就是你们看见耶和华 你们神的约会 又见祭司立位的台词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会去啊 为什么要跟着约会呢 应该是云住火住已经没了 可能这个摩西过世了 这云火住就已经收起来了 那所以大家就跟着约会走吧 约会又说了 这靠约会呢 就不要太远 也不要太近 And Joshua is saying When you're following the ark You cannot be too close And also cannot be too far 大概两千走 So it's about two thousand cubits 这个走 就是一个走 两千走 So this is one cubit It's two thousand cubits 大概一公里左右 It's about one kilometer 就是不可以隔太远 You cannot be too far away 太远就看不见 Because too far away You cannot see it 太近呢 这个可能 神是圣洁的 不要靠得太近 所以你们所有人都听好了 你看到约会开始往前走的时候 本来约会在以色列人中间的 然后就当他走到一公里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前进了 这个是他的第三道命令 然后他讲了一句重要的话 And he said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第五节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洁 因为明天耶华 必在你们中间行歧视 Vers 5 Joshua told the people Consecrate yourselves for tomorrow the Lord will do amazing things among you 明天 Tomorrow 明天神必在我们当中 Tomorrow God will be among us 所以你们要分别为圣 So you need to consecrate yourself 不要玷污了神的圣洁 Do not taint the holiness of God 明天神要行歧视 Tomorrow God is going to do amazing things 你说什么叫歧视呢 You ask what are amazing things 广东话叫 Guni Muto Centonese Guni Muto You cannot even imagine 你看我们这种不会讲广东话 讲一点点 人家就鼓掌了 People like us who cannot speak Cantonese When we say a bit Everyone gives us a pro 歧视就是你想都想不到 Because whatever you think You can't even think What the amazing thing is 想得到就不叫歧视 It's beyond an imagination If you can imagine it It's not amazing enough 我们留意到 约书亚在这个地方了 其实他没有头绪 神没有告诉他任何线索 但是他相信 神必要行歧视 所以他就宣布 明天会有歧视 但你也不要问我什么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这就是跟随神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过我知道是神要我这样做的 我想来想去 想不到任何的方法 神会带 因为这个神大有能力 第一点我们要相信 神必要行歧视在当中的 第二节 神力挺所选的领袖 第六节 约书亚又吩咐 祭司说 你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走 这里已经又隔了另外一天了 因为上一节是明天行歧视 那明天到了 就开始抬约会走了 然后第七节 神就说话了 这个我就不晓得 神是什么时候开始讲话了 总之呢 祭司已经抬约会 开始在抬了 对不对 然后就到约旦河了 然后之后应该怎么办呢 他其实也不知道的 总之神就终于讲话了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从今日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 众人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这样与你同在 在这里呢 神就再次建立 他对约书亚的应许 我要使你尊大 就是在你平生的日子里面 没有一人能够 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然后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是要与你同在 然后接着他就讲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他说 你要吩咐台约会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面上 就要在约旦河水里 站住 神终于讲话了 神讲话了 所以约书亚就 他其实已经等了很多天了 从他开始教大家 要预备食物开始 其实神都没有讲话 然后现在神终于讲话了 我觉得他在 非常的紧张当中 他就听到了 一个字就是 站住 然后他就非常的兴奋 他就跟所有的来说 来你们赶快过来啊 过来啊 神要在我们前面 要过去啊 然后要把迦南 亲属人全部都灭了 于是要再次宣告呢 神给他的意向跟应许啊 然后其实他又 我觉得他这里讲话 他讲得蛮急的 他就说 你们每一个支派呢 每一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出来 我需要十二个人 因为这句话 你仔细在看经文 其实没头没尾 又跳到另外一段去了 然后呢 他就讲了 就是这个 这个第八节讲完之后呢 然后约书亚就 就讲到九十 十一十二 然后呢 他就说呢 十三节 等到台浦天下 主耶华 约会的祭司 把脚站在约旦河里 约旦河的水 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 必然断绝 立起成累 我研究了老半天 就是 他说约乱河的水 要立起成累 神好像没有这样说 假设这里是约旦河 神只是说呢 台约会的祭司呢 站到水边上 站住而已 其实神只讲到这里而已 但是约旦河太兴奋了 赶快召去所有众人讲话 然后他宣布说 当祭司在水里 站住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 就会立起成累啊 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其实过约旦河 有很多方法的 耶稣不就行走在水面上吗 走在水面上是可以的啊 还是像伊利亚一样 把外衣脱下来 展示肌肉之后 然后把衣服打在水上 水就分开了 也可以啊 展示肌肉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他也可以像神说 我如荫把你们 就是背在肩膀上 把你们带过来 他可以飞过去啊 你们看那个武侠小说 那个神雕侠侣 他们都是坐在雕上 就飞过去了 其实没有鸟也可以的 火车火马 照样可以飞过去嘛 我要表达的就是 过河方法千百种 其实神只是告诉 约书亚说 站住 台约会的祭司 到水边后 站住 他就开始说 那这样子的意思 一定是约旦河的水呢 要立起成雷啊 其实那个立起 就是那个站住 是同样的一个字的 你是百姓 会不会听到很兴奋 太好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看了 祭司就怎么样 脚就进到水里 进到约乱河边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解释给你听 我们来看那个地图 是这样的 这个地图呢 以色列人 他一开始是在石亭 然后他要过约旦河 然后圣经上就说呢 水就真的立起成雷 真的站住了 但是在极远之处的 亚当城就在它的上面 你可以看到 那个比例子 大概30公里左右 30公里有多远呢 我用Google查了一下 就是从这里到 台湾那么远 好 水在那里 立起成雷了 在30公里远的地方 这里会有 会有任何感觉吗 没有感觉的 专家研究 至少要一个钟头的时间 所以一个钟头 大家一定说 现在是怎样呢 就是过了一个钟头 终于开始有人留意到 可能眼睛好的看到 有水好像很远处 在那边立起成雷了 然后水就退了 然后他们就过去了 你知道过去要多久的时间吗 我已经帮大家做了研究了 如果是一千人一起过 每一个后面都跟着两千人 这样要一个钟头的时间 然后大家过了之后呢 那祭司再过 又花一个钟头的时间 大概是三个钟头的 至少要三个钟头的时间 这里还不包括祭司 约书亚就派十二个支派 然后每个人在那里 石头搬来搬去的 这样就是 一会儿从河中的石头 搬到吉甲 一会儿又从吉甲的石头 搬到祭司所站的地方 这时间都不算 至少要三个钟头 这里我们要表达的重点 就是说 虽然神没有说怎么过河 但是约书亚说了 约书亚说了之后 那神怎么回应呢 本来是要派火车火马 你现在突然给我说 要立起成蕾 好 那就立起成蕾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约书亚怎么讲 神就怎么样 挺他 其实他说了 神没有要他说的事 但是这里我们就学到 当神拣选一个领袖的时候 他是力挺他到底的 因为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 他拣选你 他支持你 他说我要使你尊大 我要让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要与你同在 我挺你啊 我支持你到底啊 所以这里就是这样 他就要站住 祭司站住 那就有水站住吧 然后事情就成就了 所以我们呢 要怎么跟随神呢 我们要知道神是很有能力的 他说得到做得到 甚至他所拣选的领袖 说得到 他也做得到 好 再来我们就 跳过中间的情节 他就因为水银 力气成雷了嘛 所以国民就 全部都过了约旦河了 然后就进到第四章了 我们来看第四章的 数捷到最后 Let's look at chapter 4 verse 15 to the end 数捷 耶华小玉 约书亚说 你吩咐台法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So verse 15 it says Then the Lord said to Joshua Command the priest carrying the ark of the testimony to come out of the river Jordan So Joshua commanded the priest Come up out of the river Jordan 为什么神要跟约书亚讲话呢 Why did God speak to Joshua 因为祭司还站在 约旦河的这个岸 然后站住不动嘛 Because the priest was still standing in the river itself and not moving 然后我们刚刚说 他已经至少站了 三个钟头了 And just now we mentioned they have at least stood there for three hours 你知道约旦河的水 被阻隔三个钟头 那个水一直 这样子不断的累积上去 几十层楼高应该有吧 You know for three hours the water was stopped For that three hours it could have accumulated multiple, multiple stories high 那个河水是很多的 a lot, a lot of the river water 因为它那个季节 是涨过两岸的 Because during that season it would actually flood until it covers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所以水量是大的 So we know it's a huge volume of river water 所以当它被阻隔 三个钟头的时候 So when it has been stopped for three hours 然后这个水就 哇就非常的高 非常的壮观 So you see that this is a huge majestic towering volume of water 然后那个水已经开始 倾倒下来了 And then the water is actually starting to come over 就是以排山倒海的方式 倾倒下来了 It's like a tumbling mountain that's crashing down 从三十公里远的地方 已经下来了 From thirty kilometers away it's coming crashing down 不晓得约苏亚是 没有时间观念呢 还是太高兴了 忘了叫祭司上来 Not too sure whether Joshua didn't have a concept of time or was too happy forgot about the priest standing there 总之神也觉得 可以了啦 你叫他们上来吧 But anyways God said it's enough time Please get them to get out of the river 然后他就叫他们上来 So he Joshua then commanded the people to come out 我们留意第十八节 We look at verse eighteen 台耶和华约贵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旱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人就涨过两岸 verse eighteen And the priest came out of the river carrying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No sooner had they set their feet on the dry ground than the waters of the Jordan returned to their place and ran at flood stage as before 请大家留意 脚掌刚落旱地 It says that no sooner Pay attention No sooner had they set their feet on the dry ground 好 祭司就在 约旦河的东边 这边的东岸 这边 So the priest you know were on the eastern bank 刚下到河里 They got into the river 等了三个钟头 They waited for three hours 然后停着不动 They stood there Did nothing 但是河水已经 青岛下来了 But then now the waters are already coming crashing down 从三十公里远 地方开始 冲下来了 From thirty kilometers away it came crashing down like a mountain 好 那 神也看不下去 就说你赶快走吧 And God you know couldn't take any mere said quickly quickly go now 他们就开始走了 So they started to walk 走一公里嘛 They had to walk for one kilometer 你想想看 会不会很多人发现 那个河水已经 青岛下来了 Do you know that most of them they were realized that the water is crashing down right 因为在很远的地方 开见 刚刚那个白色的水墙 好像不见了 所以 水已经下来了 那我们台约会 要很有仪态 对不对 就是要慢慢的 速度要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一个人跑太快 另外三个会不平衡 我要讲的是 最后五十公尺的时候 I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last fifty feet 就是到约旦河的另端 还有五十公尺的时候 When they are fifty feet away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你想那个水深啊 Can you imagine the sound of that water 那个红红的水深 已经大家都觉得不对了 the rushing water they would have realized something is wrong 因为即将就要到来了 because it's about to hit them 很有仪态 but then they're still in style formal 很有仪态 对不对 they're still formally in sync and in style 然后 我们假装 再转一百八十度过来 然后 他脚上去 刚落汗地 So we imagine you know just when they set foot on dry ground 你想那个几十层楼高的水 就 hoom 就过去了 that the stories high water just came crashing down 我想所有人都吓呆了 I think everyone must have been terrified 应该差不多一秒钟 because it was less than one second 脚掌刚落汗地 just when their feet set on dry ground 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会觉得很危险 in this whole process you might feel that wow it's so dangerous 你可能会恐惧 you might be filled with fear 但在这个地方呢 你会看见 其实所有人都被保守的 but in this place you can see that actually everyone was protected 你可能会担心说 国民竞斗过了约旦河 但是四个祭司被河水冲走了 you might worry you know the whole of Israel went over and crossed successfully but that four priests were then just blown away by the water 或者最后半秒钟 祭司把约会丢下来 跳上去 然后祭司得救 然后约会被冲走了 or it could be in a half second the four priests just threw the ark into the river and the four were then saved 你可能会担心 you might worry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 神他是可以大能地保护 你跟我的 but here what it tells us is that our all-powerful God can protect all of us 就是说神有能力做大事 that God has the power to do amazing things 你想要hold住 那个几十层楼高的 这个水墙 不晓得要用 多少个天使天君 把他们包住 you know just to hold the stories high on water how many angels God must have been using it to hold it up 他只是为了要成就 要挺他所选的领袖 如果我讲的话 all that just to support just to complete what the chosen leader the leader he has chosen spoke 当然 他的这个大能大力 也要来保护你跟我的 and of course his almightyness his power wants to come and protect all of this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你是安全的 so I want to tell everyone of you you are safe 你是被眷顾的 you are taken care of 神会保护整个团队的 God will protect the whole team 你知道在一个 跟随神的过程里面呢 可能我们会做错 很多的决定 so you know in the process of following God maybe we will make many wrong mistakes and decisions 预备食物 食物发霉了 you know we prepare the food the food got rotten 我派探子 探子跑去谈恋爱 又被发现了 I sent the spies the spies actually went to go and had a romantic encounter and was discovered 然后以色列人 要离约贵两千走 对不对 No the Israelites have to be away from the ark for two thousand qubits 其实没有多久 大家就跟约贵说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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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往前走 其实约贵在他们后面 两千走 actually you know they were walking walking what ended up happening was like they passed the ark and said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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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y were actually in front of the ark two thousand qubits 所以其实你会知道说 这个有时候 一条没有走过的路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的 so you need to know that you know this unknown path that hasn't been taken we have never took but we don't know how to walk this path 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but we need to believe in one thing 这是神要做的 this is what God wants to do 神必做成 and God will accomplish it 他会行歧视 He will do amazing things 他会力挺他所选的领袖 and he will support the leader that he has chosen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大能会保护 你跟我 and in the whole process his power will protect all of us you and me 我们来看 最后二十三节 and then look at the end verse twenty three 就是当约书亚呢 他就把 约乱河的 十颗石头 就放在吉甲这边的时候 so this is when Joshua took the twelve stones and then put it in Giga 那大家就问 他说你这样做 是为了什么 and everyone was asking him why are you doing this 那他说 这当然是要让你们知道 也要让你们子孙知道 this is for you to know and for your descendants to know 然后二十三节 and in verse twenty three 他说因为耶和华 你们神在你们前面 使约乱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面前 使红买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for the Lord your God dried up the Jordan before you until you had crossed over the Lord your God did to the Jordan just as what he had done to the Red Sea when he dried it up before us until we had crossed over 就是说神在 摩西时代 可以让红买分开 神在约书亚时代 可以让约乱河分开的 神在每一个世代 都会做歧视的 这十二根石头 要带出一个结论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 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可能 不知道该怎么做 神行歧视 我们想这样做 神就用大能拖住我们 我们可能不太有 时间观念 可能祭司就要被水冲走了 神大能的保护 这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敬畏他 他会全然地保守 我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也想到我们六一一路走来 也是这样的 我记得学房刚开始 成立的时候 其实我神学院才刚毕业 我现在都不晓得我那时候是在 在做什么 然后做了半年 古境就有分堂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同工 其实我们当然很努力 侍奉 但是我们也没有 照顾好我们的身体 然后就进医院 好多人进医院 贴心牧师来得癌症两次 然后又可以得医治 我们牧师也曾经 头动过很重要的手术 我记得有一阵子 有人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同工好可怕 好像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危险一样 这里面有仇敌的工作 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好像也不太会 跟媒体沟通 好像每个一阵子 媒体就会说我们怪怪的这样子 但是神就一波一波带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神一直保守 最近又听到很多人就说 六一的同工看起来 好像不只是动灵 而且是逆灵 就是其实神是保守我们的 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就跟上去 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明白的 疫情我们也不明白的 很多的政治情势 我们也不明白的 但是神在 祂要保护我们 保护你保护我们 我们要全心信靠祂 在信靠当中往前行 你是安全的 你会见证神 在这个世代奇妙的工作 你会见证神在这个世代奇妙的工作 把荣耀亏给神 we give glory to God we thank Pastor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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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illustrates Chapter 3 and Chapter 4 really well Let's take a look Let's show the scripture 第三章六到七节 三章十到十一节 有没有收到 OK 有了 我想让大家看到 I want you to see 神是挺祂的仆人 神的大能保护我们 神必定行歧视 Yes God will do wonders 神怎么样行歧视呢 How did God do wonders 神怎么样挺祂的领袖呢 How did God uphold His leader 神怎么样用大能保护我们呢 How did He protect us with His might 关键在哪里呢 And the key is 关键在神的同在 is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十节里面第一节讲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first commandment 对你来说 To you 没有其他的神 There shall be no other gods 在我永活的同在中 In my living presence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在我的同在中 In my presence 没有其他的神 There exists no other gods Arrive at Mount Sinai 到现在我们要过 Yuatan河 进迦南地了 After forty years now We are entering into Canaan 我是你独一的神 I am the one and only God 一路走过来 都是我的作为 On this way It's all left Your way is left by me 从历史到 亚巴拉罕 Since in the beginning To the time of Abraham To Moses To Moses To Joshua 也经过旷野了 And after the wilderness 旷野当中 神跟以色列人 在旷野四十年了 In the wilderness God was with His people For forty years 在这里 我真的要跟 我们弟兄弟妹讲 So I want to tell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当你要旷野四十年的时候 When you were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God was with you All the time Now it's time to cross over 四十年后了 After forty years 这四十年了 神要他们学会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约华 口中所出一切的话 With the 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God was teaching them Men do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But on every word That comes out From the mouth of God Yohua是以色列人的神 是我们的神 The Lord is the God of Israel Is our God 一路走到现在 都是祂在行事 In all this journey He was doing wonders In these two chapters They cross over Jordan And that's the important step How did they cross over And enter into Canaan And that's the beginning Is a paradigm Is an example Just以后在迦南地里面 How do you live your life In the promised land That's the important step You have to cross And this thing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After you cross the river So that there shall be No one Be able to stand against you In the promised land They can't be able to stand against you In the promised land They can't be able to stand against you So from south The valley of Egypt To the north The Euphrates And all this land Was given to them No one shall stand up against you You need to remember 只要紧紧记得 你是怎么样过约旦 You have to remember How you cross over Jordan How you enter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his history This journey Experience As you enter into Canaan And you continue Follow this way You will be successful And prosperous So this two章圣经 它的重点在这里 So this is the key For these two chapters 对我们今天来讲 也是我们能够紧记的 这一段的历史 We need to remember This part of the history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边 Then in our journey of life 神必定每一件事情 都保守我们 And God will uphold us In everything we do If you are his children 神的大能要保护你 And his mind will protect you 在你身上 行神迹其事 And he will do wonders for you 这一段 是什么的经历呢 This journey The experienc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s 3章第6到第7节 Chapter 3 Vertes 6 to 7 然后10到11节 And then 10 to 11 这里有四节圣经 我想大家看到 就是先前面 Vertes 6 to 7 我要念 对 Yushua吩咐祭祀说 你们抬起约会 在百姓前头过去 Yushua said to the priests Take up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And then passed on Ahead of the people So they took it up And went ahead Of the people 就是台月会的祭司 在百姓的面前过去 前头是面前 So the priests This is passed on ahead Before the people 在众人眼前 Zun大 使我知道 Yushua吩咐祭同在 Yushua吩咐祭同在 So today I will begin To exhort you In the eyes Of all Israel Before all Israel 我们再下去 Then the next part 10到11节 Was 10 to 11 Ahead of you It is before you It is again before you And let's go to chapter 4 Again these words Before you appear 4章第5节 And chapter 4 V 5 Go over before Go over before Go over before the ark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to the middle of Jordan Before the ark of the Lord 在神面前 Before the Lord And then Continue The 10 第7节 The 7节也有 Where 7 It appears again 在约会前 在约会的面前 Before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那个水就断绝了 And the water was cut off 有没有 对 假如能够把那个面前 highlight就更好了 Can we highlight Ahead of Before Before the ark 在约会前 Before the ark 断绝了 那个水就在神面前 断绝了 The flow of the water was cut off Before God 好 我们再看下去吧 Let's continue 11 12 23 Worth 11 Let's go to Worth 23 For the royal God For the royal God Dried up the Jordan Before you Until you have crossed over The royal God Died to the Jordan Just as he had done To the Red Sea When he dried it up Before us Until we have Crossed over 大家记得吗 Issalian他们 怎么样过红海 Do you remember How the Israelites Crossed the Red Sea Moses Moses 对海来举战 Moses Raise his staff To the water 水就分开了 And the water Died it 他们就过去了 And they cross over Now it's different When they come Against The river of Jordan 在这里 不断出现的是 It kept Appears that The water The flow of water Cut off Issalian 经过约会 在神面前 过约旦河 And the people Crossed over the river Before the ark The back of the covenant 先是台约会的祭司 First of all The priests They carry the ark 在众百姓面前 Before all Israel 过去了 They cross 为什么要一公里 之前 Why they have Went ahead of them By one kilometer Went in the wilderness 那个地方是平原 是要让很远的人 都可以看到 So now the people Far away They can still see the ark 假如我们跟得太近的话 If you 看不到约会 后面的人 看不到 The people at the end You could not see the ark 所以这里了 是要让所有人 都看得到 The purpose is Now all the Israel To see the ark 神在他们前面行 To see the Lord walk ahead of them 从历史到现在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history To now God was leading them 现在神说 我在你前面走 Now God says I'm walking ahead of you You进迦南地之后 You要让我在你前面走 When you enter into Canaan The same You let me Walk ahead of you I walk before you You follow me So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Walk ahead of the people Before the people And the ark Stops at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And the floor of the water Was cut off And all Israel Crossed over And all Israel Crossed over on dry ground And the twelve people Pick up the stones And the twelve people Pick up the stones And before all Israel You know the water Stops in the power So they did it So they did it As their feet Touched the dry ground The water came back The thing that it Tried to 大家在 越丹河的 東岸 Everyone was at in the east side of the Jordan God led them 然后水就断绝了 这里不断出现水泉源断绝 还有不断出现面前 神在他们面前行 他们也经过神的面 然后水也在神的面前断绝了 然后他们就过去了 然后十二块石头 要让每一个人知道 让以色列人知道 也让你跟我都知道 第23、24节 我们一起来读 要让我们知道 因为耶和华里面的神 在你们前面 使越南侯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耶和华里面的神 从前在我们面前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此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 敬会耶和华里面的神 神是这样子带我们过越南侯 要让我们也让万民知道 神的手大有能力 他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尽管跟着他 我们就可以永远敬畏他 刚从他 遵守他的话 遵守他的律力 顶章 他怎么样吩咐 四十年前 吩咐十诫 赐下律法书 我们只要听从 敬畏他 他大有能力的 什么意思呢 值得你和我依靠的 你看 神约会下水 水就断绝 你们就走干地过河 你走在加南地 也是一样 以后在加南地也是一样 你立国也是一样 你立国也是一样 让神在你前面走 神大有能力 你只管跟着他 敬畏他 遵守他的话 河水要断绝 一切男主都要拿开 所有的坚固 营垒 都要倒下 你怎么样进加南地 过越南河 以后你继续下去 你的意向 你的使命 你的佛给你的祝福 你一定能够达到 你的 vision 你的 mission 你会能够达到 我的帮助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到河水断绝 因为有神的同在 还有神走在他们前面 因为神走在他们前面 当我来到香港 我来到香港 第一天 我就 从饭店 从机场 去到饭店 到饭店 我就跪下来 我俯伏在地 我跟神讲 神而是你叫我回来 我回来了 我来到这里 我要看到你的座位 我跟随你 我紧紧跟随你 是你做工 我只是跟你 我们教会快二十年了 我就是这样跟从神 遵守他的话 他常常带领 我就做了 很像他说 现在要骗子 生命树 五十二年 我不敢跑在神面前 我没有做很多的计划 我只是跟着他 然后疫情来了 社会运动来了 我们怎么办 很像 五十一年 生命树片节 意向没有办法成就 但是 却因为这些的疫情 我们教会被逼上线 现在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聚会 还有聚会的 被逼上线的时候 你看我们诗人座也在了 直播的仪器 什么都有了 就是在等神的带领 时间到了 神就做了 我们就跟上去 现在我们学房 全世界有三十三个点在看 我相信很快很快很多地方 会有生命树被建造起来 这是我自己没想到 我是跟着神在走 我相信 神给我的意向会成就 我相信当你这样子跟随神的时候 一切关乎你的事 神在祂的爱和恩典里面 祂都会为你成就 祂都会为你成就 你只要知道 余华的手大有能力 我们全地的人都要敬畏祂 遵守祂的话 to obey His word Amen 我们同情地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Let's worship Him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He reigns From heaven above With peace The power and love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He reigns From heaven above With peace The power and love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He reigns From heaven above With peace The power and love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Our God Our God He's an awesome God Our God Hallelujah 我们把第四章二十四节打出来 We want to show verse 24 and tracker 4 我们一同来宣告 从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中来宣告 From our heart From our heart From our spirit We declare this 我们把地 要死地上万民 我们改成我们 So we change the word All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 To we We 好 我们先用英 中文读一次 我们再用英文宣告 So we read it in Chinese verse 预备起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我们 永远 永远敬畏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再来中文 下面也要使你们 变成我们 预备起 我们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我们 永远敬畏耶和华 我们的神 Amen 好 我们用英文来 请Ruby带我们 We know that the hand of the Lord is powerful That's all ready together The credits We know that the hand of the Lord is powerful And we always fear the Lord our God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Amen The Lord is our God 他值得我们敬畏 He was worthy of our reverence 他的手怎么样 His hand is powerful 大有能力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主啊我们相信祢 Lord we believe in you 我们敬畏你 We fear you 我们遵守你的律例典章 We obey your statutes and words 求圣灵帮助我们 May the Holy Spirit help us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pray Amen Amen Hallelujah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everyone here Amen Amen 611一次欢迎永远欢迎 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周的主日讲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